翠綠地瓜葉下鍋汆燙快炒 另一邊還有韭菜豆干 番茄炒蛋 用餐時間到了 自助餐店備料準備營業 但這幾道菜這兩天 在網路引起熱議 一名網友PO文 說他到自助餐店買了四樣菜 分別是番茄炒蛋 小白菜炒豆干 還有地瓜葉跟白飯 每煮菜要130元 問網友這樣算貴還是便宜 然後就純粹就青菜也是蛋這樣子 這樣130我覺得好誇張喔 民眾覺得好貴 網友也傻眼 說最近菜價滿便宜的 這樣賣70元就很貴了 賣130 貴慘了 根本坑人 槍牽大作戰 老闆是不是忘記給你雞腿 大的嗎 55 那大量比較多 我們以一個鴿子為主 菜已經有稍微便宜了 有稍微降一下了 我感覺你如果沒有煮菜 沒有魚 也沒有肉 這樣130 比較多 到台中彰化 兩地的自助餐店購買詢問 這樣的菜色頂多賣55到60元 加上近期菜價平穩不貴 連老闆都說一個沒煮菜的便當 賣到130 真的 有點誇張 這位韓正經產生 我將警察來三居小組 台中彰化 採訪報導 我們要請你 這個品牌 請你 請你 我和你 全部都放在 我的天前 感谢观看